你相信人死后还会脱生吗? 你相信二世人吗? 在河南省东方市赶城镇居住着一位叫唐江山的二世奇人 据唐江山父母及村里老人说 唐江山三岁时的某一天突然对父母说 我不是你们的孩子 我前世叫陈明道 我的前世父亲叫三爹 我的家在丹州靠近海边 更为奇怪的是 他竟然能讲一口流利的丹州方言 他的腰部还留有前世被砍的刀痕 唐江山六岁那年 父母禁不住他的再三催促 在他的指引下 乘车来到唐江山前世所在地 丹州市新英镇黄玉村 六岁的唐江山静止走到陈赞英老人家 用单周话叫他三爹 说自己是他的儿子 叫陈明道 死后脱生到东方县的赶城镇 如今是来寻找前世父母的 接着他认出了自己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以及村里其他亲友 特别有趣的是 他还能认识他前世的女友谢树香 由于六岁的唐江山所讲述的前生故事 回忆的前生场景 以及对亲人的确认 令唐江山前世陈明道的亲人 邻里折服 陈赞英老人当场和唐江山抱头痛哭 并确定他就是自己儿子陈明道的再生 从此 唐江山有了两个家 两个父母 每年往来于东方和丹州之间 陈赞英老人及亲人 村里人都把唐江山当作陈明道 由于陈赞英身边无子 唐江山一直充当他的儿子 尽孝道至1998年陈赞英去世 唐江山为什么三岁就会讲丹州话 唐江山为什么能认识 160公里以外陌生地的陆 雾 人 唐江山为什么能知道 15年前陈明道死亡的过程 以及陈明道生前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 一群陌生人 为什么会相信一个六岁小孩的话 陈明道的父亲 姐姐 妹妹 亲人 以及恋人为什么就确信 唐江山就是陈明道转世 唐江山真的就是陈明道吗 世间真有转世奇人吗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1982年母日 我在海南一专读书时的铜班学友 文云豪从东方出发来海口 他办完事后来探望我 饭后闲聊时 他给我讲述了这个发生在 海南岛东方县的当代奇闻 我听完他的讲述 嘴上虽然骂他胡说八道 道听途说不可相信 但看他讲得那么认真 拥有一定的具体地点人物 实际心中很想到赶城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由于当时工作忙 一直没有机会去赶城 于是这个奇闻 作为一个遗团在我心中一哥就是20年 2001年4月份 因检查基层工作到东方市赶城镇港南村 通查工作结束后 与该村书记闲聊时 我忽然记起了20年前这个奇闻 我便打听是否有这么一回事 书记说有过这回事 我问是否在这个村 书记说不是他们这个村 是一个叫不墨村的村子里 并且告诉我说 东方市计划生育局的曾仁泽副局长 是不墨村人 问他便可知详情 回到东方市 我问曾副局长 曾副局长比较年轻 今年二十八九岁 他说听长辈说过这回事 但这个人今年二十六岁 我才长他几岁 1982年那时我还小 我长大后读书在外 工作在外 很少回老家 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我说这好办 你找个空余时间 回不墨村问问 看能否找到他 2002年元月九日 我又到东方检查工作 他一见我便说 此人找到了 姓唐 名叫江山 我家的老乌 离他家很近 我二姐与他很熟悉 我对老曾说 你与二姐联系一下 说我们今天下午 想去探访他 是否可以 老曾用手机 与他二姐联系后 告诉我说 可以去 唐江山今天在家 不出远门 最远去田间种瓜菜 可以找到他 于是我与曾副局长 当天下午三时 带着照相机 驱车直奔不墨村 到不墨村 首先到曾副局长的家 老曾母亲边介绍 便带我们到唐江山家 唐家的房子 是一间传统的农村瓦房 看样子已居住了几十年 这时唐江山 在田间劳动尚未归来 只有唐江山的妻子在家 唐江山的妻子 名叫梁泽新 今年二十二岁 不多久 唐江山回来了 经曾副局长介绍 我便上前和他打招呼 我说 二十年前 听朋友说过你的传奇故事 二十年后 我有机会出差来东方赶城 通过都方打听 证实了你住在不墨村 今天冒昧采访 打扰你了 在我的解释开导下 唐江山开始讲述他的传奇经历 唐江山说 我属龙 197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生 我现在的父亲叫唐崇晋 母亲叫林顺柳 现有两个哥哥 三个姐姐 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听母亲及大人说 我出生时刚好天亮 正在做早饭 母亲说我出生是在村里的 没有钱去医院 刚生下时 被一层透明的薄膜包着 好像一个盘 一块东西圆而扁的 我就在这块东西里面 挣扎着怎么也出不来 我母亲心里焦急 担心极了 这时外面突然进来个画斋盒上 看到我就大吃一惊 说我不该进此家门 然后拿出一本书 用书删了三次 那块膜变破了 于是我就这样艰难地 来到了人间 我问 你对前生的事 是刚生下来就有记忆 还是到一定的岁数后 才有这些现象 他说 这些印象大约三四岁就有了 但到了五六岁时 我有一种预感 母亲已不在人世 但父亲还在 已成了孤独的老人 因为我前生家中 有两位姐姐 两位妹妹 只生我一个男的 这时姐姐妹妹都已出嫁 我感觉到父亲处境非常艰难 于是决心去寻他 这时家乡环境情况非常清晰 到六岁那年 我便向我现在的父亲提出 要去丹县新英镇黄玉村 找我前世的父亲三爹 但因我那时才六岁年纪 实在太小 大人不相信我的话 父亲骂我说 你怎么认路去 我说我认的 但父亲仍不肯带我去 于是我耍起了小孩脾气 我整天睡在房间哭泣 不吃任何东西 也不与他们说话 一连几天后 父亲唐崇敬屈服了 他怕我出事 大概也是经过于村里的 父老们商量后 他答应跟我一起去 新英黄玉村了 我问你父亲唐崇敬同意后 他是怎么带你去的呢 唐江山说 你说错了 是我带他去 不是他带我去 我高兴极了 我在前面走 他在后面跟着我 从村里一直走至 不墨村路口 你这次来 你清楚 从路口到不墨村 有多远 车子都要走十多分钟 我当时六岁 我不累吗 但是为了见到三爹 我多艰苦都没什么感觉 一过河 我就带着父亲 直奔黄玉村三爹家 一路顺风 不需要问什么大人 因为我实在是熟悉极了 我一进门 便见到了三爹 只见三爹苍老了很多 这时我走到三爹面前 用单周话 叫他一声三爹 三爹大惑不解 我再向他解释说 我是你的儿子陈明道 那年被人打死 后脱生到东方赶城不墨村 现来找您 我的这些话 是三爹经的目瞪口袋 一时反应不过来 我知道我这么小年纪 说话大人不相信 我便跑进房间 把我死后 他们给我累的神牌抱出来 对他说 这是我的神牌 现在我是活人 不要放在上面了 并且告诉他 我以前睡哪个房间 哪张床 并一一数出 我以前常用过的东西 三爹见我说得一丝不差 确认了我是陈明道后 他一下子抱起我 大哭不止 我也抱着他哭 跟着我一起来的 唐崇敬父亲也哭 这时惊动了四邻 他们都赶来看 是怎么一回事 不久人越来越多 我们三人只是哭着 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还是东方那边的父亲 把事情经过 向他们说了 他们听着听着 也伤感哭泣不止 一场伤感过后 三爹把我放下 我这时才见到很多人 这些人中有亲人二爹的儿子 陈军柱 还有以前的好友 每一个人我都认得 并且上前叫他们名字 说以前与他们一起做过什么事 说得一点不差 他们不得不承认我是陈明道 这次来黄玉村 与三爹过了三四个晚上 几天中 村里的亲人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正式确认了 我与三爹的父子关系 这时母亲已去世 两个姐姐 两个妹妹都已出嫁 三爹成了孤独的无保护 我这一来 他得到了亲情的欣慰 但我十岁以前 每次来他都抱着我哭 伤感不已 有一天我见到一位 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在人群中偷看我 我认出她来了 便叫起她的名字 这妇女一听大惊失色 原来我死那年 已是二十岁的青年 已有了恋爱的对象 后来她嫁了人 夫家离这里并不远 我脱身回黄玉村 任父亲的消息 传到了他们那里 被她听到了 勾起了她心中 几乎泯灭了的记忆 我这次来黄玉村 被她打听到了 于是她带着一种好奇 与疑惑的心来看我 见她大惊失色 我便走过去 拉着她的手 说你是谢树香吗 我们以前是好朋友 你不要怕我 我很想念你 接着我把我以前 曾与她在什么地方散步 在什么地方玩 做过什么事等等说出来 她听我说的一点不错 勾起了心中的往事 她动情了 眼泪流了出来 一下子抱起我大哭 她哭 我也哭了 我浮在她怀里 感到一种母亲一样的温暖 我问 你经常去黄玉村 村中的人对你好吗 她说 村中的人对我都很好 有些人是我以前的 要好兄弟朋友 有些人 我是他的兄长舒白 现在我都比他们小 他们都是我的兄长舒白 我以前在黄玉村 是一个好青年 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还为村里做过一些好事 现在他们如带故人 陈明道一样对我 我长大后准备结婚时 村委会干部曾讨论过 建议我搬回黄玉村结婚 由村里各家各户 捐款盖心房给我们住 我回来住固然愿意 可以给孤独的三爹 带来更大的欣慰 照顾他的晚年 但我也考虑 今生父母会有意见 我也舍不得离开他们 前生已经不幸 造成三爹晚年孤独 现在怎么忍心 再制造新的骨肉分离 另外还要黄玉村的兄弟 书百捐钱 担当不起 故我还是决定在不末结婚 与今生父母住在一起 第一次采访唐江山 由于时间仓促 只能以寻找黄玉村三爹为线索 来了解一般情况 对于他现在的情况 只是形象感觉 并没有深入了解 后不几天他来海口找我 我在宾馆 与他住在一个房间 对他现在的情况 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考察 我发现他的文化水平 智力与他的学历 存在很大差距 我说 你只读了小学二年级 但你好像认得许多字 你自学一定很勤奋的 他说 小学二年级的水平怎么自学 实际上也没有时间去学 父亲挖金矿已晃去许多年 后来又搞农业生产 赚钱吃饭是要紧的事 如果你说我还认得几个字 这些字我感觉是以前读过的 比如说我六岁那年 还没有上过学 但新英 黄玉村 丹县这几个字 我见着便认得 现在也是这样 有许多字 看见便认得 可以读出来 但写便很难写出来 我又问 听村里人说 你搞生产很勤劳 又有心计 但看你家居住条件 好像经济状况不太好 他说 确实目前的近况 非常贫困潦倒 来海口找你乘车的钱 都是与朋友借的 这几年我家运气非常差 我与父母亲 哥哥弟弟都很勤劳 整天在地里干活 但就是赚不了钱 这几年 种辣椒亏本 种芭蕉亏本 种甘蔗也亏本 把整个家底都搞空了 有什么想法改变目前的困境吗 我问 庞江山失声落力 不知道为什么做人这么难 前生在黄玉村的不幸 已给三爹带来了老年的孤苦 今世又落到这种地步 眼看父母亲年纪将老 两个小孩长大要上学 可是却没有什么办法 要是再有来生 我愿做鸟 不再做人了 床底物件的选择 切记不可以胡乱选择 也不能当成平常的储物处随意摆放 床底下放什么旺财 放什么破财 你知道吗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床底不宜放这些东西 一 床底放鞋 还有人脱完鞋就踢到床底 或者把冬天的鞋子放到床底下 认为床板和床单 可以隔绝灰尘和潮气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鞋子经常穿着在外行走 本身就不定 放在床底 容易造成财运不稳 特别是鞋 同音 鞋 不利于家庭和谐 二 床底放药 有些人习惯把药物放在床底下的收纳棍里 这样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触手可及 想想 这样就相当于睡在药床之上 也是极其消极的 而且卧室的味道也会受影响 长此以往 身体健康不仅会受到影响 而且财运也很难聚集 三 床下放过多的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会产生一定量的辐射 而这些辐射长期作用在人体的话 会对人体的磁场造成一定影响 如果是连通电源的电子产品 长期放在床下的话 会扰乱人的周围磁场 影响人的运势之外 还会威胁到人体的健康 四 床下放来历不明的古董 很多人都喜欢收藏古董 有些古董不太值钱 又没地方放的话 许多人就会把它们收进自己的床底 但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这些来历不明的古董 如果本身就带有脏东西 又没处理好 就直接放在床底 跟人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话 很可能会影响到人的健康 五 不宜放木偶 很多女生喜欢买漂亮 可爱的玩偶 或者洋娃娃 有时候玩着玩着 腻了 会随便塞到床底 木偶是实体只有一个空壳的东西 所以古人认为 木偶是一种很容易被某种东西附体的载体之一 如果在床下放有木偶 洋娃娃之类的 附在它们体内的脏东西 会或多或少 影响人的运势 减少人身上的灵气 床下面也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让摆 有的东西对我们自身的风水会产生好处 那就可以摆 但是这些东西也不能摆得太多 什么东西都是适量就好 那么如果想在床下摆放一些东西的话 要摆放什么最好呢 下面就来说一说能忘财的三个物件 一 硬币 床底下放一枚硬币是可以的 因为硬币本身就是财运的代表 如果在床底下放硬币 那么就会令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增加许多财运 但是我们要注意 硬币的数量不宜过多 而且不能用纸币代替硬币 否则纸币很容易会腐烂或者折损 对财富运势不好 二 放容器 容器其实也是一个招财的用品 这个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各种各样的容器大多都有一个聚财的作用 把各种容器放在床底下 一些首饰等东西都可以收在这里面 也是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聚财旺财的作用 所以在床底放置一些容器 基本上都是可以改善家里的运势 毕竟容器可以容纳天下万物 容纳金银财宝自然便不是问题了 三 葫芦 葫芦的谐音是福禄 象征着好运与福气 可以增强家庭运势 所以 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摆放一些葫芦 如果将葫芦摆放在床底下 不仅能够让家宅变得越来越安定 同时 也可以化解夫妻之间的矛盾 因为葫芦的体态非常的圆润 能够吸纳很多负能量 也可以产生一些促进家庭和睦的物质 床底风水有三大讲究 不要选择自带储物柜的床 许多人为了节省空间 而且为了能够收纳物品 会选择自带储物柜的床 即使说 将席梦思掀开后 床垫支撑部分有储藏物品的空间 其实在风水学中 床底下的空间最好是空的 这个空间需要注意 如果你放了很多零碎物品 或者是很久都不用的物品 那么很可能导致你的感情出问题 或者导致漏财 遭遇小人的情况出现 所以最好不要选择戴储物柜的床 如果已经选择了 一定要重新整理 你的这个卧床储藏室 既不能空着不用 也不能放置杂乱的物品 最好是收藏床上用品 比如夏天可储藏棉被 冬天可储藏凉洗等 床底下本身就是空的 还有些床本身下面是空的 结果很多朋友 也会充分利用这个空间 放置很多东西 有的是直接摆放物品 也有的是把物品放在收纳箱 纸箱后再放到床底下面 其实这两种情况都不好 因为床底摆放诸多收藏物品 会导致气场紊乱 最终伤害自己的运势 因此 如果你发现一段时间以来 你的情感不好 婚姻亮红灯 漏财破财 事业遭遇小人 那么你务必看看 自己的床底是否有物品 赶紧收拾出来 否则霉运可能会继续下去 床底也需要清洁 许多人平时打扫卫生 会忽略掉床底下的位置 而其实这个位置 在风水中也是很有讲究的 大家需要重视起来 床底虽然看不见 但是最好也能多清理一下 最好一星期清理一次 不要让灰尘堆积在床底 否则你的好运气 就容易沾满灰尘 床底清理干净了 往往感情 财运方面的运势 都会渐入家境 最关键的是 家里也一定要保持干净明亮 财神爷最喜欢住这样的家 你去旅游 有两个朋友热情邀请你住他家 一个朋友家干净明亮整洁 一个朋友的家脏乱臭 你选择住谁家呢 肯定是选择干净明亮整洁的 而神和你一样的智慧 神也喜欢住在这样干净明亮的家 想财神常常光顾你家 行动起来打扫吧 无论是小家还是企业 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近 反之一个边连破产的企业 一定有一个肮脏的角落 清理家就是增长智慧 很多时候 当你有烦心事的时候 回家看见乱糟糟的房间 心情是不是更坏呢 对于家庭来说 保持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 能够让人心情愉悦 你可以每天擦擦桌子 扫扫地 或者一周一月来一次定期的大扫除 家是心灵的港湾 千万不要让自己居住在脏乱的环境中 家里的脏乱也带来思想的混乱 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 智慧自然会增长 清理家就是丢掉病菌 我们路过垃圾场 习惯掩住鼻子快走 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垃圾场 久入蓝室不闻其香 久住脏屋不觉其乱 在垃圾场般的家久住 败在的脏乱很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 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病菌 身体自然更健康 清理家提升正能量 电视剧中鬼屋都是长满蜘蛛网 灰暗 而天堂则是光亮 富丽堂皇 所以 灰暗的家吸引不好的能量 能量不好 财运自然不好 而光亮的家吸引好的能量 正的能量 能量好 财运自然好